每点新防务,中国防务,11月12日,在2018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简称珠海航展,胜利闭幕后,关于肩负-20这一中国空军装备的世界上第二款五代机的表现,就成为了中外媒体的议论热点,而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肩负-20装备的发动机了。 在本届航展开幕前,肩负-20就已经在周边进行了多天飞行演练,向不少观众和摄影爱好者提前展现了他的雄姿,但是因为在航展上肩负-10V搭载具备推力矢量控制技术的WS-10V三星发动机,表演了一系列以往只有西方先进战斗机才能表演的眼镜蛇,落叶飘等超激动动作,彻底成了珠海航展上的明星, 甚至其风头都压过了肩负-20的三机编队表演,虽然此次肩负-20的飞行表演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时间上,都大大超过了上次航展的规模,但是由于有肩负-10V使用发动机表演的珠玉在前,所以肩负-20即便以三机编队上演了精彩机动飞行,甚至还学F-22表演了一把充分展示其性能的汉地拔葱,以近似90度的角度垂直爬升。 但是肩负-20依旧遭到了外媒的批评,纷纷指出,肩负-20目前装备的这款发动机表现依旧非常不稳定,而工程师们还是没能找到问题原因,而为肩负-20样身打造具备超音速巡航,大推力的WS-15则依旧还没有通过可靠性测试,肩负-20能稳不良产吗? 目前,肩负-20根据公开报道,从2011年1月11日首飞到2018年年初正式在中国空军服役制,已经经过了数千次飞行测试,包括厂家测试和作战部队测试。 而之前也有不少消息指出,成飞已经在为肩负-20准备第四条生产线,并且有可能肩负-20的最终制造数量将达到400架之多。 但是现在外媒普遍对于肩负-20装备的国产WS-10B发动机性能产生了很大的质疑,认为中国这款国产发动机无法满足肩负-20的设计要求,也就无法对装备了美国先进发动机的F-35和F-22产生致命威胁。 而且,WS-15在历时十多年研制后,现在依旧无法确定准确服役时间,而这将大大拖延肩负-20大规模量产时间,为中国空军应对周边不断增长的F-35战斗机压力提出了尖锐挑战。 但从这届珠海航展参加表演的四架肩负-20来看,有三架参加飞行表演,一架作为辈分,其中一架根据摄影爱好者发现,它的驾驶舱旁边有一个疑似生产编号的CB-0018,恐怕表明了其为第18架肩负-20的身份,而从这个规律是早前在2016年发现的一架CB-0011推测而来的。 而此次参加珠海航展的四架肩负-20,也不可能是刚下生产线,根据其最新的低可视迷彩涂装,由空军战斗机驾驶员驾驶来看,这四架肩负-20最少经过了一年服役和训练。 即便保守估计,2016年到2017年承飞也制造了6、7架肩负-20,而现在2018年也已经接近年底,承飞至少也能再生产4架肩负-20,这也就是军事专家估计肩负-20目前产量为20多架的原因。 目前肩负-20主要装备在中国空军的两个作训基地,一个是甘肃顶新基地,另一个就是河北苍州。 肩负-20虽然是中国空军对付F-22和F-35的有力作战装备,但是目前依旧处于战斗力提升阶段。 而未来随着WS-15发动机的装备,肩负-20将可能升级成肩负-20A,届时,超音速巡航和其他设计中的性能将会火力全开,冲破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用F-35为中国新建的空中长城的围堵。 长期以来,为了遏制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长期在军事技术上对中国进行军事封锁,希望以此能够达成遏制中国军工实力发展的目的。 PG-6C-76C发动机,迫于美国压力中止供应。 因此,不仅仅是正儿发精的军用设备和制造技术禁止向中国进行出口,甚至是那些有可能转为军用的民用设备和技术,都禁止对中国进行出口。 在此之前,中国的5G-15装持生机曾经使用加拿大惠普发动机作为动力来源,但是在多方干涉下最终不了了之,导致我国5G-15装持生机在装备初期,因为动力不足而导致战斗力大受影响。 5G-10早期型号动力不足,而情况在今年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在11月5日,也就是珠海航长期间,英国国防承包商公开宣布,将向解放军供应军用级别的基载雷达,并且只要中国愿意采购多少就能够提供多少,不会有数量上的任何限制,英国基载雷达的性能还是不错的。 这也是自从对中国实施军事技术封锁以来,第一个对中国解开相关技术封锁的国家,在此之前,包括意大利和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就曾经多次向欧盟建议取消对中国的军事技术封锁,因为在经过多年的观察后,这些国家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军工实力不但没有因为技术封锁而削弱,反而越变越强。 A400M运输机,现在没什么吸引力了,而此前本来对中国来说还算有吸引力的军用装备,比如法国的幻影副2000战斗机,欧洲的A400M军用运输机都已经失去了对中国的吸引力,原本可以用来出口中国创惠的产品,现在已经完全入不了解放军的法眼了。 而为什么是英国首先做出行动,恐怕和英国军工企业实力逐渐削弱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欧洲军事一体化的影响,从前拥有完善军工研制能力的英国军工企业,现在已经沦为简单的零部件供应商。 只剩下VAE防务公司和罗罗发动机公司还在苟延残喘,罗罗公司的发动机对中国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而在本次的珠海航展上,中国雷达技术的发展可谓是压垮了英国国防承包商自信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此次中国的珠海航展,不仅展出了全世界范围内最为先进的量子雷达,更是展出了多款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而该领域此前一直都是英国军工企业擅长的领域,LKF601E机载风冷有源相控阵雷达。 比如最新的小龙战斗机装备的世界第一款LKF601E机载风冷有源相控阵雷达,在世界范围内同等尺寸大小的机载相控阵雷达中,性能位居前列。 这也代表了目前的中国军工企业完全有能力占据世界小口径机载相控阵雷达的市场,北约各国都在压缩自己的军事预算,而经济因素也是此次英国国防承包商表态的重要原因。 目前欧盟和北约正在倾尽全力压缩相应的军事预算,这就代表了原本就日趋饱和的北约军用机载雷达的市场竞争会更加的激烈。 这对于目前成绩欠佳的英国来说,带来的压力更大,中国还有大量第三代战斗机,而中国空军目前虽然装备了包括肩负20战斗机,肩负10战斗机在内的世界先进第五代,第四代战斗机, 但是目前中国空军还有200多架的第三代战斗机,和上百架早期型的第四代战斗机需要进行升级改造,市场前景广阔,中国好东西已经不少,而趁着自己目前手上的技术还能够卖几个钱的时候,赶紧把技术卖出去,而不是傻傻的捂在怀里等住过期,恐怕是英国国防承包商最后的选择了。 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曾表示,11月11日,空军将在本届行展上以最强阵容呈现特别惊喜,向社会公众展现实战空军,转型空军,战略空军的展新形象,感恩和回报人民群众对人民空军的关心支持。 这个最强阵容,特别惊喜,让人期待不已。 上午10点55分,终于到了机动人心的时刻,肩负20战机四机编队一空飞过珠海航展现场进行飞行表演。 他们先是做了包括垂直机动在内的几组动作,接住在机负面向观众的时候打开了弹舱,现场惊呼一片,只见, 四架肩负20飞银现场,其中两架打开全部弹舱,露出主弹舱里的自发霹雳-15超市巨空空飞弹,和副弹舱里的二发禁巨格斗弹霹雳-10。 这是中国空军第四代空空飞弹首次以积载的方式公开亮相。 肩负20不明则已,一名惊人,四代空空飞弹威力有多大? 霹雳-11。飞弹的总设计师梁小庚透露,这款飞弹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空对空飞弹之一,整体性能媲美美国AIM-9X等第四代空对空飞弹。 一个国际广泛认同的一个观点是,战机性能提升一倍,战力随之提升一倍,空对空飞弹等武器系统的性能提升一倍,作战性能的提升将会在15倍以上。 梁小庚表示,从外军演练的经验来看,没有电磁对抗的环境下,三代机挂三代弹对四代机挂四代弹是几百比一的战损比,三代机挂四代弹对四代机挂四代弹的战损比也有几十比一。 复杂高强度电磁环境下,四代机引擎性能的发挥会受到很大影响,很可能出现你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的情况。 双方战机突然近距离遭遇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机在红外飞弹与光叶雷达在近距离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会更大。 像霹雳-10亿,这样的飞弹,近距离发挥快速机动转弯等方面的特点,就有可能。